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上限和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上限的两个指标 而且给那些占比超标的银行设置了两年或者四年的一个调整过渡期 目的就是一个了 就是从源头上掐死流向房贷市场的资金 是这么个原因 这一个月还没下来 市场现在就传出来消息了 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始停止发放房屋贷款 1月24号 某个房地产微博大V就爆料 广州新政个人住房贷款 在所有贷款的比例不能够超过2020年全市的平均水平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银行该怎么办呢 那就只能够暂停受理新的贷款申请了 肯定只能这样了 那么这两天也有报道出来 招商银行的深圳分行 广州分行 以及他们下辖的省类各家的支行 已经于一周之前都已经暂停了按揭贷款发放 给租的理由呢 就是说是截至接单了 光大银行在深圳地区呢 已经暂停了按揭贷款 广发银行呢 也表示不接单了 给租的解释呢 是说并不是停止放贷 而是目前啊 所有的银行都没有贷款额度 你要想拿房贷的话 那就只能够等 而且所有银行都一样 这是因为国家划定的红线 房贷额度不能够超过一定的比例 看来啊 这个房贷红线已经起到作用了 目前的不光是珠山脚 藏山脚有一些龙头城市 包括上海呢 现在也已经出现这种停贷的 这样一种状况 由此可见呢 收紧房贷啊 那么在2021年 很有可能会成为呢 调控楼市的一个 最主要的杀桌地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房租不炒 那是我们国家 目前的一个基本国策 但是呢 在去年年初 深圳的房价呢 是领掌全国啊 甚至出现了众筹买房 买一套房子 转手卖出去 就可以赚500万啊 这种事情发生 后来调通了以后呢 深圳的楼市 这种疯狂的上涨 才给按住了 这深圳房价是给按住了 但是呢 去年年底 一直到现在 上海的楼市又活起来了 最近这两个月啊 上海的新房呢 就出现了 31个楼盘卖光了 认筹率超过了500%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有13个楼盘啊 更是出现了 千人摇号买房的 这样一种盛况 而一些二手房的房东呢 则开始吸收 跳价 所谓跳价的 就是提高价格嘛 有这个业主啊 一个小时 就跳价40万 有媒体报道啊 有的业主 一个月的时间 总共跳价 涨了有200万 给人这个感觉啊 就是上海的楼市 好像突然之间 就疯狂起来了 而且从成交量来看呢 特别是2020年的 11月份到12月份 上海的房地产市场 明显升温 两个月的时间 上海的新房 总成交达到了 10834套 创下了过去 两年来的一个最高值 二手房的成交啊 也逼近了4万套 环比上涨 20.69% 同比上涨了 96.93% 几乎都快翻倍了 上海楼市 之所以会出现 如此疯狂的上涨的 个人觉得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因为2020年3月份 上海呢 颁布了新的招生政策 实行公民同招 加上民办摇号 这样一个政策 免试就进入学 这就导致呢 学区房市大涨 就侧面推动了 上海房价的一个火爆 第二个呢 这个上海楼市啊 其实已经有三年没涨了 有些地方的房子呢 这个还是下跌了 相比于2015年到2016年 那上海房价在17年到19年 这个三年呢 二手房的市场 成交量是锐减 一年的成交量啊 不足25万套 那么不过这几年来呢 上海的常住人口 它是增长的 2016年末 上海的常住人口 有2419万 到了19年末的话 上海的常住人口呢 有2428万 那人口增长了 自然也就会滋生出 更多的住房需求嘛 所以这三年呢 深圳房价它是大涨 但是呢 上海基本上是下跌 这就意味着 它有不少的买房需求啊 在这三年是给压制了 那么2020年底 二手房曾经让脏脏 应该是过去的几年 这个房屋压制的这个需求啊 释放了以后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原因呢 钱涛个人认为呢 是比较主要的原因 就是通胀的一个压力问题 因为2021年呢 大家都知道属于通胀之年嘛 全球放水 货币操发 那其实不管是咱们中国 还是美国 全球每个国家 现在都面临着通胀的问题 那么很多人就认为 买房子可以保值啊 就推动了上海楼市的一个大脑 因为这三个原因 就导致上海的楼市是一飞从天啊 直追深圳楼市 看上去是热的发烫 但是这个时候呢 一瓶两水就交下来了 一月21号晚上 上海市住建委 市房管局啊 等八个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 本市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意见 那么从2021年1月22号起 开始实施 核心的措施呢 主要是有以下几条 首先第一个 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政策 夫妻离异的任何一方 自夫妻离异之起三年之内 购买商品住房的 其拥有的住房套数 按照离异前家庭总套数来计算 这就把那些假离婚的 买房的这种路给堵上了 第二个呢 就是调整增值税的增免连线 将个人对外销售住房 增值税的增免连线 从两年提高到五年 这个应该是用房子的增值税 调控上海的房价 第三个呢 就是严格执行 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 实施好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的管理 加强个人住房贷款 省省的管理 指导商业银行 严格控制个人住房贷款 投放节奏和增速 防止突击放贷 引导商业银行 进一步加强省贷的管理 对购房人首次资金来源 债务收入比加大 省合的力度 严防信用贷 消费贷 经营贷 等等一些资金 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这一条 其实就是落实了央行 和银保监会 收紧房产信贷的措施 来控制房价 就从源头上掐死了 草房的资金了 那么第四个呢 是完善新建商品住房 公正瑶号选房制度 优先满足那些无房家庭 自助购房的需求 那这几条上海楼市 调控新的出来以后呢 应该说这个力度还是很强的 也直接就体现了 国家严格禁止草房的 一个决心嘛 而且啊 1月25号的时候 上海市房管局又表示 上海的法拍屋 将会纳入限购的范围 购买法拍屋 需要具备本市的购房资格 这是上海的法拍屋 首次被纳入了限购的范围 以前 法拍屋这一块 那是很容易绕过限购政策的 是限购政策的一个漏洞 那么这一次 上海法拍屋的政策 其实呢 更加体现了上海购房政策 从严从严的一个政策导向 那么为什么 国家会这么重视 控制房价的上涨 其实啊 这个前到以前都讲过 远的不说吧 美国08年次贷危机 这个导火索呢 就是房子 日本逝去的20年 说实在话 很大程度上 也是因为房价 失去控制暴涨的原因 全球过去 发生过100多次金融危机 其中80%呢 跟房地产都是有关的 像今年 全球疫情大爆发 经济 全球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咱们中国 尽管是唯一一个政策上的大国 但是 居然得思维啊 过去的10年 中国的房地产呢 是飞速发展 贷款占比也是在飞速的上升 那么在2015年到2017年 这三年当中 银行系统基本上 每年新增的贷款额度 有60%到70% 都是流向了房贷市场 那如果说 房产投资过热的话 那是不是会发生 系统性风险 尤其是当前 全球经济都在遭受 严重考验的当下 那中国 那必须要守住 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这条底线 而且2020年 中国 咱们中国这个GDP 是突破了101.59万 这个呢 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咱们这个消费占到 GDP的比重 却是下降了3.4个百分点 你房价过高的话 那就会掏空居民 仅存的一点储蓄啊 居民家庭的存款 可支配收入呢 是有限的 如果说 大家都把钱 全部拿过去炒房子 那这个消费 肯定就会非常的疲软 肯定就会 不利于消费 类序的增长了 也不利于 国内这种 实体经济的复苏了 其实经济的良性增长 那应该是消费 和制造业投资 这两块来拉动 那不是靠房地产来拉动 咱们中国的话 只有完成 能从生产型社会 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型 那才能够使家庭收入的增长 能跟上GDP的增长 那经济增长 才能够更健康 基础也才能够更加的稳固 这个时候 咱们中国才能够说 真正的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最后呢 这个前段还是想讲一下 2021年 老黄历真的应该要翻篇 房子呢 那是用来住的 所以呢 咱们不要以当房奴为荣 要房子 其实并不代表赢得的人生 一间格子楼 不值得咱们耗尽自己的积蓄 透支自己的未来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期再聊 咱们下期再聊